因為公司本來就有的那個 自己有去保一些保險阿 保護阿 那 我們真的不小心弄壞掉了 至少 屁股 褲子脫下來 賣一賣 搞不好應該還還還得起阿 對阿 因為他們有做一些保險 可能機器保險就十幾萬阿 那我們大概只要負個 幾成這樣就OK了 但是如果說個人的話 那要全額負擔的話 我們可能說 比較不敢借阿 因為弄壞掉了 我也不知道說你我保險阿 對不對 是新傳閱裡面 學校不可能會借我們阿 學校學校不會這種東西的阿 對阿 因為我們我們做的東西 學校應該一般來講 是不可能為外借的 我們我們有去談過阿 學校其實我有找過阿 只是說 他們都一向都是應該都是不願意借的阿 我大概問了兩三千 沒有什麼希望 我就想說算了 我車子都不行了 可以租人豬雞就好啦 豬雞也可以但是就是怕壞掉阿 而且我沒有經驗 導播機 你還是要有會用的人來阿 對阿 因為我們第一次用沒有經驗 當然就是 比較 沒有那麼損 他現在開始在幫我侵入人阿 先生 先生你幹嘛先生 我不會阿 渣渣 渣渣 渣渣渣渣渣 我不會阿 渣渣 真的很弱阿 這台車很耐用 這台車真的蠻耐用阿 女生連兜塔都會玩 對阿 所以其實不是只有男生才會玩這個遊戲阿 女生也有阿 我們應該到時候GTA會邀請一些女玩家來玩阿 因為我是希望說 不要全部男生 全部男生的活動感覺就臭宅宅阿 臭宅宅 有女生的話就是 欸耶哇 有女實況主耶 好香喔 這樣之類的 對不對 這樣玩起來 比較有那種感覺嘛 大家不會覺得說 Land Party就是一個宅宅的活動 雖然說很宅阿 但是宅也要宅得就是有一點的潮阿 對不對 就是我們要扭轉的局勢 憋角車 有想像買一台憋角車耶 因為它開起來其實還蠻好玩的 雖然說它操縱機 操縱性很差阿 就是很憋角 就是很憋角 好啦 那我們先進去這裡面應該 東西可以偷一下 那邊騎單車 欸 這麼強阿 唉呦好恐怖喔 這個肯定是台北市阿 不然怎麼會到處都有一個坑坑洞洞阿 好不好 你這個騎單車小心阿 雖然你說騎U-Bike是很開心沒錯 但是你也知道因為一個好的城市 總是要有一個好的配套 但是沒有好的道路呢 就會有充滿了很多危險 所以就是自己騎U-Bike 小心 不要想說在那邊追星 你看看哪一個人 哪一個粉絲騎的腳踏車去追那個保姆車的 沒有嘛 是不是 所以不要做這種事情 太危險了 不能看實況比較上風 OK啊 OK啊 我其實我待會要上 我待會要休息了 今天早點休息 因為真的有點累 你看今天我就是有點無人 代表真的很累 然後當天 我昨天大概五點多才睡吧 因為回來洗完澡 弄一弄 很多 因為半容器得住我家 然後還要安頓其他幾多人回來的 然後還有一堆事情要處理 所以就弄到五點多 睡到早上十點就被挖起來 然後就開始做工作啦 對啊 所以真的是還蠻累的 虛礦主的悲哀啊 所以接工廠其實沒那麼輕鬆啦 我覺得接工廠其實不是那麼輕鬆 但是我也不太希望一直接 因為工廠當然有接當然是有收入 但是如果說接太多的話 其實真的是 就像這樣 心情就怎麼講 就是沒有很多的時間去吸收一些新東西啊 就沒有什麼新靈感 噢 被軍槍打死了 因為我也希望說就是可以累積一些新的靈感啊 講一些新的笑話啦 或者說就是學一些其他比較智障的東西 那我這樣子 臨場反應的時候呢 我就可以講一些東西出來 其實就是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找皮都只是玩女玩家喔 他說 忘小孩 不會啦 我也會找一些玩家來玩 不一定啦 因為到晚找都實況主啦 唉 哈哈哈哈 北斗神拳 哇勇春啦 勇春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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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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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呦喔喔呦 勇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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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勇春 紅帽巷是不是啊 紅衣男 又吹二車 唉 上來了啊 太爽了 後面沒有人跟上 實在太虛了 我們四個玩一下好了 一直讓他看那邊BAN 也太慘了 要好好休息一下 現在真的是 我大概一倒在床上就睡著了 這兩天 沒什麼休息到 原來列車會停喔 我以為他不會停耶 好像休息車會停 我們三個邊好了 這要讓我想要那個殷尸錄 你們覺得很像殷尸錄其中一塊 這邊開槍 不具量力 直接突破 車子也太多了吧 這個 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 有點莫名其妙 哈哈哈哈 先生 好甜 好大 一堆人上飛機了 好 我 等一下 等一下 哎唷 哎唷 抬頭 哎 哎哎哎哎哎 哎 哎 等等等等 哎不要嘛 等一下 哎 給不給玩啊 抬不起頭啦 我以後怎麼見人啊 哈哈哈哈 太不起頭了 好可憐 太慘了 下巴給啊 下巴給阿 下巴給阿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你們逼我這樣 欸 他 他們自己殺自己把 把自己全部殺死 沒有割到 再一次喔 收割著 欸 收割了齁 等一下 等一下 收割著 收割大失敗 算了 算了 不要跟他們一般見識齁 不要跟他們一般見識 還是收割著計劃 最後一波啊 最後一波 run and shoot 打帶跑 收割著 欸 雞尾沒中 哈哈哈 哎呀 哈哈哈 sorry 你死嗎 其他人還活著 嗯 再起不能 我給你跪啦 這火車我給你跪啦 唉 好啦 那就 再玩一下吧 我們大概 玩到十點 一樣玩到十點 然後明天 沒有意外的話是開 開視訊 然後我會玩 那個什麼 惡靈入侵 惡靈入侵 然後明天老皮 因為玩game有找老皮啦 所以明天老皮會去台北一趟 然後玩game說 欸 要不要一起來玩一個什麼 怪物彈珠啊 我想說 欸怪物彈珠 好啊 就被他們 騙去玩怪物彈珠了 所以明天老皮其實 白天也不在家 那 邊緣世界我想說 他什麼時候錄 因為一直沒機會 很多人說老皮是不是忘記了 沒有忘記啦 一直記得 就是 沒有時間錄啊 都會一直出粉 所以說 也是這樣啦 所以也是蠻累的 P粉入侵 肥仔入侵 肥仔入侵也不錯啊 我也蠻想玩啊 邪靈入侵 邪靈入侵 邪靈性侵是什麼鬼啊 那種靈有他性侵嗎 應該沒有吧 邪靈入侵不恐怖 我覺得他算是 動作遊戲啦 真的不是什麼恐怖遊戲 只有一開始節目還蠻恐怖的 然後玩到後面就是 在那邊 躲那個肥肥啊 然後 躲村民啊 第一集已經放上去了 第二集的話 明天會放 明天會有第二集 然後還有加上就是 Dead Royce 跟 小影片 因為 黑咖啡最近身體比較 比較不好 就是他剛好身體生病 對啊 就是剛好已經請病假了 好吧那請病假 就請病假了 就是 就是 去調養身體啊 身體最重要 不然怎麼樣 你去入侵 好像遊戲嗎 今天入侵嗎 還好啦 大隻佬 輕輕別臨 欸你這樣到時候被抓去關啊 我跟你講 有人在那邊之前講一些五四三 然後就被告了 欸是金髮妹嗎 不是啊 是換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女生在我 他頭髮長好奇怪 為什麼在拍照啊 再拍個屁啊 百萬名車 絕代風華 經典 你值得擁有 一萬九千九 現在入主 廢棄車 果斷購買 還加這女 爆胎 爆胎輪胎一組 這種車子也會有要買嗎 其實還蠻趴的欸 如果真的在台灣 有這種像這種車子 出這種車款 我該買 我該會買吧 就是先拿一台新車 然後拿球棒把它 把它砸爛 砸爛之後就是拿它出來賣這樣 其實也不錯啊 我覺得其實也不錯 誰說車子就一定要 什麼流線型啊 或是就是長一些方方正正的 這種車子也不錯啊 對不規則 我有這個當年巴洛克的風格 巴洛克 洛可可 對不對 那別人說 欸 你車子怎麼那麼破啊 沒有啦 你懂不懂 我的車子叫做洛可可風好嗎 喔 你這邊 沒有知識 還在閃閃閃閃閃閃 什麼 加屍賴 就是 顯著東西爛 是不是 假屍也是不錯的嘛 不要在那邊小看我們這個 這個 最後車子被刮花 我以前跟你講說沒有這個是這個 我是自然主義的 就是 讓他產生一些這個商商的感覺 讓車子更有這個價值 富含這個歷史意義在裡面 每一道八痕 每一道傷痕 每一道凹凹凍 都是一段歷史 都是一個故事 好不好 一殺一世界 一凹 就 就凹了嘛 就落可可嘛 是吧 所以我是不是應該要去 要來去那個 當了那種車子 二手車 三手車 四手車 五手車 業務也都沒問題 新車我比較不會賣 因為新車就是這樣子 新車如果你有錢就買啊 舊車才是真正這個 真正能賺錢的市場 所以人家一般來講 都是靠二手車來賺錢 三手車 四手車也是不錯 比台語真的很爛 沒有其實我會講 就是因為現在很想睡覺 所以就是突然會卡住 大家多多包含一下 第三人 第三人 第三人是強制者 斯卡 斯卡 每到八人代表的絕代功法 哈哈哈哈 廢棄車 才是男人該開的車 哈哈哈哈 對不對 廢棄車也是很猛的啦 哇 漂亮喔 其實 我真的很期待PS4風景 PS4的 讓標記車來應該很有感覺 然後我在 那時候 公諾室有那個 60吋大一幕 我這還是50吋 所以我忘記 就是還蠻大的螢幕 我要坐在那個沙發那邊 我要就是要 用最大螢幕來這個表車兜風 好不好 就是不想解任務 也不要任何人來打擾我 就是開這台廢棄車 好不好 享受我這種就是 那個 雅皮之美 好不好 對啊 穿個雅皮的 那個一身服裝 然後開著這個廢棄車 這樣子 在大沙漠中 就很分解的 旁邊一個金髮少女 對不對 然後她 她的秀法就是 一直這樣胡亂的飄 讓她水風飄一直 然後她就是身體她的左手 慢慢的浮起了她的這個 怎麼講 她的長髮 在她的耳技後面 是不是 一切是多麼的美好 所以 是不是你想要 有這樣的這種情緒 是不是想要 這種女朋友的話 趕快來我們來穿個廢棄車 好不好 好別電話在下面 如果說你有興趣的 我這邊有幾台不錯 就是算你五萬塊就好了啦 雖然說是我用三千塊買到 或是兩千塊買到的 那個廢鐵 然後加裝幾個輪胎 然後噴幾個那個沙拉油 就是那沙拉油還是那個 大桶那些那什麼家 廢棄實用油 好不好 回收然後不能再用了 好我我怕浪費 我就跟她買個兩公盾回來 就是還沒來當潤滑油來用 也是不錯啦 而且你這樣子 那個溫度夠高的時候 對不對 你的那個引擎蓋 還可以放兩片出來上去烤 烤起來還蠻香的 是不是 還有這個葵花油的味道 所以其實 都是一舉兩合啦 生活中處處都有創意 那只在於說 你怎麼發揮你的創意 對不對 這個就是賺錢的地方啦 所以會動腦筋的人就會賺錢 各位觀眾 這個共勉 是